线采访 中共高层的修宪建议 把国家主席任期 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删除 这件事由官媒公布之后 就迅速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反弹 许多网民称之为开历史倒车 并提到了早被废除的国家领导人钟申志 甚至用袁世凯称帝复辟来做比喻 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 驻北京记者叶冰 叶冰你好 你好 许波 中共建议把现行的中国宪法中 对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 两届任期规定拿掉 那么官方对此有什么反应 官媒又是如何解读的呢 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 现在正在北京召开 可以感到北京安保维稳的力度 明显提升 那么二中全会闭幕 才刚一个月左右 那么现在又开了三中全会 这两次全会时间间隔如此之短 在中共历史上是非常卡线的 那么这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都在于修改宪法 其中删除国家主席副主席连任不超过两届的规定 最引人注目 那么这就赋予了习近平无限连任的可能性 昨天下午四点左右 新华社首先用英文发布了这个消息 一个小时后才发布了中文的消息 那么修宪内容还包括 将习近平思想写入宪法 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写入宪法的第一条 那么现行的宪法 只是在序言中提到了共产党 而宪法的证文 没有提到任何政党的名称 所以说这个做法是一个首创 习近平是继毛泽东之后 又一位在在世期间 将自己的名字写入了宪法的领导人 那么中国官媒称此次修宪的意义重大 新华社 人民日报 央视等 一致称广大干部群众坚决拥护这个决定 那么环球时报还发表了社评 说坚定地支持中央修宪建议 比如说这是理性 也是信仰 环球时报的社评还说 非修改不意味着恢复国家领导人的终身制 那么今天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CNN的记者问此次修宪 是不是为终身制所铺垫 那么发言人陆康就说 修宪需要经过全国人大的审议 他批评了一些他所谓的妄加揣测的说法 他表示希望外界正视中国人民的广泛呼声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陆康当时的评论 大家还是要从如何更好的理解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的不断的发展 来积极的正面的来理解 至于一些你刚才提到的 一些妄加揣测一些说法 我希望大家能够正视中国人民的广泛呼声 尽管陆康就是非常提示的说 修宪是中国人民的广泛呼声 可是上述有关修宪和国家领导人任期的问答 却没有出现在中国外交部的网站上 今天晚上我们到现在也没有看到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那么中国的人大政协两会即将召开 我们都知道中共的这份修宪建议 还需要走一个过场 也就是被称为橡皮图章的 全国人要批准它才能生效 那么中国民众和广大网民 对于修宪的看法如何呢 叶斌 那么关于修宪的消息 一出呢引发了众多的网民热议 那么这个关于修宪的议题啊 各大社交网站是全力封锁 与官方不一致的说法 那么一些地方党员被告知呢 不得妄议修宪 那今天我们在北京街头呢 采访了一些民众 那么有的说访问者呢 表示拥护中共中央的决定 还有的说呢 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 需要强有力的领导等等 不过还有一些受访者表示呢 未来前景有待观察 另外一些受访者呢 就说这个修宪取消 这个国家领导人 任期限制的消息呢 来得太过突然 希望党中央呢 能够正面的回应 人们的疑惑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 当时我们在录访的情况 如果所有人都是觉得 我们现在碰到的 习近平主席是一个 我们都觉得 他的领导是非常精确的 或者英明的 然后我是 我是同意这个宪法的修改的 但是这个决定提示也很突然 就大家对此是有一些疑问 有一些疑惑的 部分的人可能心里不能理解 但是我想可能需要这个 党中央对此 有更多的一些权威的解读吧 究竟这样是不是就意味着 习近平可以无限期连任 还是说只是这个 他比较在长内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段内 保持这个政权的稳定性 我希望这个 党中央正面的回应 这些人们的疑问 跟中共十九大器件一样 微信的用户呢 无法更换头像 或者改名字 这就是在这个 关于修宪的消息出来以后 那么今年呢 大家应该还记得啊 刚刚过去 央视春晚的这个风扇大典 被网民戏称为登基 那么央视呢 发表评论 说这个人民领袖人民爱 那么这种这个评论呢 就推波助澜了 那么官方近来采取的 种种劝劲的举动呢 被认为是为习近平 长期掌权执政做准备 那么从昨天下午开始 讨论移民的网民 开始突然增多了 那么网络上还出现了 种种戏血 捧刺复必倒退的言论 那么新浪微博上 我们发现啊 袁世凯这三个字 没有办法发出了 那么搜索 司马昭之心呢 也不会显示任何结果 那么官媒 微博呢 对于修宪的评论 也无法显示 可能是给关闭了 曾经受到习近平接见的 网络红人啊 周小平 人送外号周黛瑜 在微信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说历史证明 它是引领大国复兴的 最佳人选 连任四届理所应当 不过呢 周小平的这篇文章 现在已经无法查看了 起播 好的 那么现在呢 我收到了 我们这个网友的评论 关于这一次 这个网络封锁的 这个这个消息 我给大家选读一下 在这啊 这几天呢 是我见到的社交媒体 和自媒体上 最疯狂的封禁潮 远超过刘晓波逝世 和七五事件 中共已经疯狂 这是网友 魔法续命师丧波 这位网友发来的消息 另外呢 是萨姆斯刘 萨姆斯卢 这位网友说 国内一片风声鹤唳 修宪简直就是 倒行逆施 我们还有大量的 这个网友评论 另外呢 我们一会儿的 在我们时事大家谈的 主题讨论当中呢 我们会对这个 修宪问题 继续进行深入的探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